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呈现的《不老八十》 今天请来营养专家 也是营养博士 谢艾迁博士上来和我们聊天 你好 谢博士 你好 今天很高兴又请你上来 之前其实谢博士也上来和我们 讲过一些健康饮食的题目 今天为什么请你上来 因为未来有感恩节 还有圣诞节 所以很多人在食物方面会吃很多 为什么呢 他们会吃很多火鸡或者牛肉等等 大家知道其实原来很多时候在节日之后 或者之前也好 都会在食物上吃过量 令到影响自己的身体 今天就专门请一下谢博士上来说 其实在这些节日之中 在食物方面我们怎样可以注重健康 应该是因为接下来这几个月的大节日之后 我们可能会吃大餐 当然是很高兴的事 但是如果身体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要小心一点去应付 例如如果有高血压 或者高胆固醇 或者高血糖的人 或者如果我们需要减轻体重 或者是想保持体重的话 我们参加这些聚会 吃大餐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点 例如如果我们有高胆固醇 我们就要小心很多时候参加这些聚会 饱和性脂肪就可能吃多了 饱和性脂肪就是在肉里面 和奶类里面那种脂肪 吃多了这种脂肪 可能令到我们的淡胆固醇升高 就是LDL胆固醇 这样就是增加我们心脏病的风险 很多时候吃大餐当然是很丰富 大鱼大肉 其实吃多了鱼都可以 因为鱼里面的脂肪就不同 是奥米加三脂肪 这种脂肪其实帮助我们 降低坏的胆固醇 还有令到好的胆固醇升高 所以这个是OK的 但如果吃多了肉 就可能有一些问题 特别是这些情况 可能吃多了一些红肉 或者一些很肥腻的肉 譬如是吃牛扒 吃肥猪肉 这些就要注熟一下 但通常这些节日 都会想一年一次 不要紧 吃多一点 但问题有时就是 其实不是吃一次 你之前预备的时候 可能又吃点吃点 到那一天又吃很多 到之后吃剩了又继续吃 所以真的很容易是超额的 但几天来说 如果真的吃太多 都会影响到身体 是啊 所以都是尽量保持好一点 营养的选择就比较好一点 刚才你说过 例如高胆固醇 当然不要吃那么多的肉类 例如如果有高血糖 那又不要小心吃什么 高血糖的人可能参加聚的时候 糖和精灵的菇类就会吃多了 这样就会令到血糖升高 这样吃多了糖会令到血糖升高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例如吃多了一些甜品 蛋糕 雪糕 糖 果类 朱古力 和一些甜的饮品 但菇类也会令到血糖升高 虽然它不是甜 但我们吃到身体 它是消化和吸收成为糖 菇类有分两种 就是全麦菇类和精炼菇类 全麦菇类是比较健康 因为它含有多些纤维 就是帮助我们消化比较慢 所以血糖就不会升得太高 不会升得太快 这就是糙米 全麦面包这类 但我们很多时候吃大餐 可能不会吃全麦面包或者这类 我们比较会吃精炼的菇类 就是白饭 白面包 面 还有薯片 饼干 这些虽然不是甜 但是也要注意一下 其实好像刚才你提到 菇类来说 或者令到血糖升高 比如吃这些节日的餐的时候 尤其是mashed potato 就是一些薯蓉 那些西人就会吃薯蓉 其实我们也多数会吃薯蓉 就是吃节日的餐的时候 有些亚裔人士他们也会吃饭 吃多了也可以影响到血糖 比如血压方面 血压高的朋友在节日吃大餐的时候 这些时候又要注意些什么 血压高的人可能这些时候 会吃多了盐 和盐里面的矿物质叫做甲 这些可能令到血压升高 很多都是食物里面放了太多盐 或者其他的调味品 一些酱汁 也是要小心加工的食物里面 也有很多盐 比如西人比较流行 吃一大份的火腿 切一片鱼 是很咸的 其实加工的肉里面 是有很多盐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 还有最麻烦的是 当火腿很咸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跟着一些树用 其实这样吃就会变成淡一点味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 吃一些东西是好吃的 可以多送几碗饭等等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情况就麻烦了 又吃得多了一些肉 又吃得多了一些盐分 又吃得多了一些糖分的东西 所以大家有三高的朋友 在节日真的要小心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我们不如说说 其实如果在节日方面 大家要注重饮食的话 我们有一些提示告诉大家 大家看看是否好吗 一会儿再次聊 继续回来由安乐居呈现的 《不老八十》 请来是郑艾轩博士 讲讲你的专业 营养 刚才说过 在节日的情况下 吃饭时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刚才说三高的朋友要注意些什么 其实没有三高的人 又要注意些什么 就算没有三高的人 其实每一个人 参加派对 吃大餐的时候 都很可能会吃过龙 吃得很丰富的时候 很容易就吃多了 这样就可能令到体重增加 如果是体重过高 就有很多健康的问题 包括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会增加 特别是乳癌和大腸癌 我们可能有的想法就是 没有所谓11月12月重重几磅 等到一月再减减它 但其实到一月想再减减这几磅 有时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最好如果可以保持体重 比较好 所以为什么经常说 医生推荐 要定时检查你的血压 体重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你的身体的迹象 告诉你健不健康 我知道你带了10个提示 上来告诉我们 究竟如果是节日方面 吃东西要怎样留意 不如我们讲讲有什么提示 我准备了这些提示 是因为希望大家参加聚会 都可以玩得开心一点 但不要太影响我们健康 希望这些可以帮助 好的 第一个建议就是 去到聚会之前先吃点东西 我们可能有时有个想法就是 知道今晚会吃大餐 经常下来吃很少东西 一定是这样想 一定是这样想 对 打算留下肚子 但其实我不是这么建议 大家这样做法 因为这样做法 去到聚会的时候 就可能太肚饿了 饿过聋就很难作最好的决定 很难有意志力 打算做最好的营养的决定 其实最好先吃个饭 先打底 饭就让它有些 有些食物浪浪浪 就是作为简单说的 有些蛋白质 有些碳水化合物 有些健康的脂肪 譬如吃个低脂的乳酪 或者吃酸奶 或者吃个小的三文治 加些花生酱 用全麦面包 很健康 或者吃些水果 加些小的乳酪 一些核桃 或者一些瓜子 去到就比较好一点 真的很健康 是的 其实如果我听你这么说 真是帮助到 有时吃一点东西 真的去到吃少很多东西 不用吃那么多东西 接着还有什么贴士 第二就是 带一些健康的食物 去和大家分享 好的 很多时候聚会 都是有个伴侣的形式 每人带羊和大家分享 我们自己 尽量带一些 最健康的食物 如果其他所有的嘉宾 都带不太健康的食物 起码有一样 是比较好一点的 可以选择 起码自己可以吃自己带来 健康一点的 是的 也可以吃其他人的食物 但是至少有一样 譬如可以炒羊菜 或者如果是带正餐 可以带些鱼 或是烤三文鱼 如果是带甜品的 可以做个水果沙律 或者低脂的布甸 这些都是比较健康 你这些很好建议 这样做法 除了自己可以健康一点 也可以帮到其他嘉宾 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 家人 我们都希望他们好 是的 接着第三个贴士 吃之前要看看所有的选择 什么选择 我的意思是 很多时候的形式就像是 所有食物就放在一张桌上 好像自助餐 大食会的自助餐 好像馀饭 如果我们不是先看完 走到第一样 很自然就放在碟上 然后到第二样就放在碟上 然后越走到碟上 食物就放越多 但是相反来说 如果你先看看所有食物的选择 你可能心中有数 哪些食物你比较喜欢吃 哪些比较起来是可以的 那些可以的就不好吃 最喜欢的那些 你才选几样吃 这就是下一个建议 就是选几样最喜欢的食物 就不要每一样都拿 哦 OK 这个也很重要 有些食物你觉得 可以的 你可以省下 就不要吃 另外 如果你是想着 你是会吃甜品的 譬如 这个是会令血糖升高的 你可以想着 其他精炼的菊蕾 就不好吃了 譬如是一些面包 一些白饭 你可以省下一个座位 去吃甜品 还有会不会那些份量 不要拿那么多 是的 这个就是我下一个建议 就算你很喜欢那些 都是要控制食物的份量 这个讲究二 但是怎样可以 令自己控制份量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用一个小一点的碟 如果是有得选择 就用一个小一点的碟 如果没有选择 用一个大的碟 都是尽量没有堆得那么满 可以和自己说 这个只是我拿第一份 我是会回来拿第二份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就会比较愿意 去拿少一点食物 接着呢 吃第一份的时候 就慢慢吃 吃完之后 要等十分钟 才可以拿第二份 会容易饱一点 是的 因为我们身体 就算饱了之后 要20分钟的时间 才能传到损识 去拿到老听 如果吃得太快 就很容易吃过笼 所以我们吃完 就等十分钟 这十分钟的时候 就可以和朋友聊天 最重要是喝水 这段时间喝水 也可以帮助我们有饱的感觉 可能过了十分钟之后 就觉得 其实不是那么肚饿了 可以很自然停止吃 不要觉得赚得很饱 很不舒服的感觉 才停止吃 有时又用中国人说的那句说话 眼闊肚窄 是的 以为自己吃到很多 然后其实 拿回来又吃不到 但刚才你说的 拿个小一点的碟 我发觉现在 疫情之后 就很少去那些 自助餐的地方 但以前有些地方 自助餐的地方 他特意给你一个小一点的碟 让你不要拿那么多 有时吃完那一碟 然后坐一会 之后已经饱了 你反而不会吃这么多东西 真的很有效的 这个时间我们休息 稍后还有五个提示 告诉大家 在这个节日期间 吃东西 怎样可以吃得健康一点 继续回来 由安乐居呈现的 北老80 赞博士 刚才说了五个提示 教大家 在这个节日期间 怎样吃得健康一点 你知道又感恩节 又是圣诞节 另外还有什么提示 这边我看到你 不要忘记水果和蔬菜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聚会 水果和蔬菜比较少了 其实我上次来到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我的餐盘的吃法 我的餐盘的吃法就是 碟子分成四份 然后就是放水果和蔬菜 谷类和蛋白质 然后旁边有饮品就是乳品 或者奶类 这样的比例来吃法 就可以帮助我们 每样食物组的营养都可以吃得到 而且不会任何一个食物组都吃得过多 我们在圣诞节 可能不会跟着我的餐盘 吃得那么足 不一定要吃得那么足 但是尽量跟着形式 尽量放入水果和蔬菜 水果和蔬菜 比起其他食物 其实它的卡路里是比较少 而且营养亦比较多 有多些维他命 抗氧物质和纤维 这些纤维特别是帮助我们有饱的感觉 纤维本身我们就不消化 不吸收 所以卡路里是很接近量的 但是它给我们饱的感觉 所以吃得多些水果和蔬菜 整个餐的卡路里就会少一点 而且如果可以的话 坐下吃食物 第一样就是吃蔬菜 第一样吃蔬菜 这样可以快点有饱的感觉 就是用蔬菜来煮饱自己 比一些肉类来煮饱自己 但是当然你吃了蔬菜之后 慢慢都可以吃其他你想吃的东西 肉类或者其他东西 还有另外第七个提示 就是不要只站在食物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聚会的食物 就是放在一张大桌上 如果你是站在那里 跟人聊天 是 站在跟人聊天 那些食物太方便 就很不留意 就已经吃多了 是啊 就是很顺手 一边说一边吃 是啊 又可以又好吃 又走过来拿多两个 又站在那里吃 是啊 所以就尽量不要留在那个地方 那里 尽量周围走 跟朋友聊天 就会比较好一点 接着第八 但是注意饮料 是不是喝东西方面要注意 是啊 很多时候派对的饮料 卡路里也比较高一点 甜的饮料 当然糖分也很高 其实也要注意一下酒精 嗯 酒精的卡路里更高 是 那我们如果想着喝酒 就不要空肚喝酒 空肚喝酒的酒精 就很容易 很快吸收 在身体 就很容易醉 失去了意志力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但是说回营养方面 就是很难做好营养的决定 是 没错 我给一些建议 就很难记得 是啊 还有喝醉了 可能自己吃了什么都不知道 是啊 所以如果想着喝酒 就当然要适量喝 因为有个好办法 就是酒精和水 就隔一隔 意思是先喝了杯水 才可以喝酒 接着喝完那杯酒 就又要再喝一杯水 才可以喝第二杯酒 如果你是想着喝第二杯酒的话 这个挺好的方法 那用水来隔一隔 酒精就可以喝少一点 还有速度液是慢一点 是比较好一点 第九个提示 就是保持身体活动 是不是一路一路懂事 最好就是走来走去 是啊 如果可以站住在这里 就比错更好 站住都可以 如果你是错的 至少每三十分钟 站在身旁 或者跟朋友去散步 或者有点派对 有点跳舞 当然是好好的运动 也可以帮主人家 去收拾杯 收拾碟 除了可以帮人 自己可以健康一些 特别是吃完那一餐之后 那一小时之内 就是血糖最高的时候 OK 这段时间 移动 我们的肌肉 就帮我们消耗了一些糖 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降低 总之其实站住也比床好 是的 我知道因为站住 可能你消化可能会好一点 是的 你坐在那里就消化不好 但有些人说你站在那里 也是在燃烧卡路里 是的 但坐在那里反而就没有那么多 没有消耗那么多 最后一个提示就是 玩得开心一点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是的 如果我们感恩节 圣诞节 可以跟家人和朋友聚会 这也是很幸福的事 特别因为去年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算是营养师 我都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一点 营养方面 不用给自己太多压力 不用完美 我给一些建议 如果是觉得 没有可能做得到 就是OK 你尽量或者选择三样 你觉得是有可能做 那么就尽量去做那几样 如果我们平时是 吃东西吃得健康一点 有时候一些特别的节日 吃多一点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看你这个十个提示 我发觉真的不仅在节日 平时也可以跟这个提示去做 是的 真的 当然好像你刚才所说 可能节日大家都想像我这样想 一年一次 放纵一下自己 但是有些人就是说 其实平时都放纵自己 平时都没有这样的习惯 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为健康很重要 还有现在 譬如三高来说 越来越年轻化 就是因为他们 一直吃东西 注重健康方面 营养方面 没有做得那么好 所以刚才你这十个提示 不仅是节日要做 其实平时应该都可以做 是的 真的是 今天就多谢谢博士 谢艾軒博士上来跟我们聊天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问你其他营养问题 好的 今天真是多谢谢博士的建议 一些营养方面怎样可以帮到我们 尤其在节日上吃东西 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建议 但最重要 我觉得今天就学到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究竟吃东西是怎样影响到我们身体 还有那个概念 或者是一些东西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 帮到我们吃东西 有规律 或者是小心注意健康等等 其实长者服务是一样的 临临种种的不同长者服务 又或者有些人说 不要紧要 我留在家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什么服务 或者我不需要任何一些人的帮助等等 但是其实现今世代 是不是长者服务真的这么简单 或者之前大家想的 可能是老人院 或者之前大家想的 找个工人来看着我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个概念 你认识了概念之后 你就知道 究竟怎样可以帮助到自己